美食天地 你我他 老師 這是你帶來的助理嗎 對啊 好 所以說我今天比較輕鬆就對了 喔 這樣我待會兒要拿一杯咖啡 然後拿一杯椅子那麼多 然後是不是要這樣 不是啦 妳說我們待會兒喔 東西做做它來煮 這樣啊 要來煮啊妳就不用 不行喔 那是我的工作今天 沒有啦 因為妳就這樣跟我說 要煮的妳要煮這樣火也不夠 那我變指導者 人家已經是台湖了 在旁邊說叫人家怎麼煮 妳先弄得中 因為來加一個幫手喔 因為這手術比較多 真的喔 好 妳是說今天大來是要大菜嗎 對啦 真的嗎 小孩也要吃 好吧 那妳說的 妳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那個 喔 雞肉玉米球 對啊 好 這樣準備的材料是什麼 雞肉要煮過熟 雞胸肉 雞胸肉 再來就是 然後 煮熟的 再來就是 煮熟的雞蛋 喔 然後紅蘿蔔把它煮熟 喔 然後玉米 紅菜頭也要把它煮熟 對 玉米粒 喔 玉米粒 再來麵包粉 麵包粉 那這個要裝飾用的 那什麼麵 冬粉 冬粉酥炸的 我們調味就是 糖跟胡椒鹽 胡椒鹽 胡椒鹽 OK 到底這個步驟要怎麼把它 你先喔 先調一下麵糊水 麵糊水 那比例呢 比例呢 麵粉有多少水多少 那中筋還是低筋 都可以 因為我們要產生它的黏性而已 好 我們現在喔 雞肉我們就直接切 硬喔 雞肉看起來好好吃喔 因為它是白色肉 現在 提倡健康飲食喔 沒錯 那個白肉 像我現在都是 不吃澱粉的 大部分都吃蛋白質 還有青菜 以後吃了會怎樣 就是比較不容易胖 不會胖 吃了會不會 那個痛風之類的 也比較不會 不是那個問題啦 我真的要問你這樣問 我就是要吃這樣啊 你第一個先要減肥 減肥喔 對 你先減肥的話 你的那個 流生就會改善 你不減肥 你就是要多吃青菜 然後 把飯減掉 不要喝甜的 你有沒有要再喝酒 有啊 難怪 因為喝酒 你要先改酒 是豪氣啊 蛤 你要喝米乳 對啊 就喜歡喝那個 啤酒醋啦 對啊 米乳比較好 不然你好 你說減肥要減肥 好 你沒有 老師我問你我有算嗎 有啊 我從你認識我到現在 你應該做企業啊 因為你吃不到燒肥 吃不到燒肥的東西 問一下我們現場 我可以吃三個便當對不對 有可能 不可能啦 跟他講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吃三個便當 真的 你看他一直在搖嗎 我們這是 那個 糖加加一點 胡椒鹽 胡椒鹽 我已經把火燒一點金比較小了 因為油溫很濃 我待會兒再看他溫 我們現在把它丟一丟 很燙 很簡單 這可以看你的鴨 今天是在家裡做那個 好像那種天輪汁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們現在齁 做幾顆我們先把它丟一丟 這樣喔 對 這個應該很健康很營養 這個齁 吃起來 滿輕死的啦 不會很很很 油膩的 感覺啦齁 插杯是因為要擠 炸就是熱量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炸我們是炸外表而已 你要把它清新整形 倒燙的燙 要給它燙就對了 對 給它燙燙 因為沒有燙燙 你現在這裡這麼多的 你不會燙燙 好棒喔 剛好我看到它的食材 就是只有雞蛋 然後馬鈴薯 然後雞丁 雖然是預防它會破掉 可能要用這個不適合去夾 因為你弄的話 太大力它就破了 就會破了 對 那我們粉 不要讓它太多 我們的應義 是要讓它黏住而已 是 然後黏住麵包粉而已 它的定義是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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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來越粗 喔 對對對 我們定義是這樣 是 那你去拿那個夾子來 很小心的去要做這個動作 是 很小心的去 算我在創花人家 好像比較不適合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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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雞蛋 這裡有在煎 裡面煎好到背面 喔 喔 啊不然你 你如果想雞蛋 不然在那邊更加 這個火要煎到嗎 沒有它太累了 因為我們要放 多放幾顆它溫度降低 喔喔 先等一下溫度降低 對 等一下溫度趕快降低 我們再來做一個開火的 喔 動作就對了 對對對 你還不會很重有沒有 會喔 不會喔 喔 我很怕你把動作 待會兒讓他騎你這樣 騎你這樣 他這樣 他在創小孩可能很壞 我覺得他做的 他很好耶 這是你兒子對不對 沒有啦 這我來找的師傅 我在幫我創學生 可愛可親 因為 那個學生都說 老實話我沒有看到你 會想你 真的嗎 對啊 你好久沒來我也會想你 他說 你真的超可愛的 真的嗎 對啊 教學 欸 像今天其中考 我在考試的時候是這樣 你做得好不好 那再其次 可是你不能丟掉 你煮了很多 吃完就是 啊如果你丟到 就是50 不及格 我們全部今天都吃光100分嗎 今天喔 大家要夭食 你夭食 我們今天都炸飄飄耶 像今天我今天 是都沒在吃飯的 對啊 等你去吃這等 可可都秒殺 不然我三天前就沒這樣 這太恐怖 欸你那個人怎麼這樣 你剛才不是說 不能丟掉 我們全部給你吃完 是不是要100分 要100分 要100分 沒有100分 沒有100分就沒中了 要給我鼓勵啊 說你煮得好吃 這樣好了嗎 對 我們待會兒要正盤 好 好 好 出菜啊 來喔 三顆 雞肉玉米球 雞肉玉米球完成 感謝今天我們的助理 感謝我們的阿龍師 來我們的美食天地 我們下次美食天地再見囉 掰掰